知名税务规划专家Michael 曾提醒家长 大多数的大学奖助学金申请失败 主要原因是审查期间并没有遵循美国教育部规定 降低学生家庭净收入与净资产 而不是整个家庭的全部收入与资产 换句话说 只要家长的收入和资产都经过税务规划专家 聪明又合法的调整 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申请到大学奖助学金 至于下一步 如何才算是聪明又合法的调整 税务规划专家Michael 曾特别举例说明 一个有名的专门研究税法的杂志上 报道就是 如果你是老板 如果你当老板还给自己发高额的W2 那你就是一个傻瓜 他是原话是这么说的 那如果你不是老板 你是工程师 你拿到了W2 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就应该成立一个公司 但是成立的公司不是说盈利的公司 有的工程师说 那我就成立一个什么小公司的什么样的公司 不对 你应该成立一个非盈利的公司 因为非盈利公司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你减税 给你很多税务的好处 这就是牵扯到了 要成立一个家庭基金会 家庭基金会是1969年实施的税法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统计 不是说那家庭基金会 大型的家庭基金会 只有超过10个mul的话 那就在美国的整个家庭基金会 还不到10% 小于50万的家庭基金会 我们就是认为它是小型的 在美国的家庭基金会的60% 所以家庭基金会不是像你周围 你的周围听说的话 那都是有钱的人做的事情 那不是的 那就是一般的家庭 一般白领的家庭 你收入高了 你总是抱怨收入交税交了太多了 你就应该考虑家庭基金会了 此外税务规划专家麦可成 还不忘向家长说明 税务规划专家与会计师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 税务规划专家的主要工作内容 在必须满足国税局各种缴税规定下 协助报税申请人 合法善用各种薪税法 目标达到最大程度结税 好多客人都是误以为 会计师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不知道分工 税务规划师的和会计师 最大的区别就是 会计师每年1月1号开始上班 把过去你365天的收入 W2 1099 1098来整理一下 然后用软件的辅助给你报税 税务规划师的工作就完全不一样 是我们每年的年底之前 要根据你们家的情况 比如说你们家卖了房子 卖了股票 卖了出租房 收入有很大的变化 这种情况我们会给你介绍各种各样的税法 然后按照美国国税局的规定 让你实施批准 然后在12月31号必须做完 然后1月1号你再去找你的会计师去报税 强调税务规划要趁早 才能在年底前完成国税局规定下的各种省税要求 并且最大程度省税 观众享受看赢在起跑点线上讲座 税务规划专家迈口诚的完整说明 9月17号周六下午1点 欢迎锁定东森每周电视YouTube频道 关键字ETTV America HD 查询更多合法结税的新资讯 请上YouTube官网 输入Michael Chen Find Ad 搜寻影片说明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